在这段视频,我们要做到的效果就是让这正方形移成这个平行式边形 那要如何达成这样的效果,其实就是这个FT跟CT在移动 诶,那如何控制这个移动呢?CT这个点是从C移动到V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利用向量的参数式思维来达到 接下来呢,F也要平移 但是要维持它是平行式边形,所以这平移量也是V减C 对G点在这阶段不动,所以我们维持一致性就还是写成T乘上G减G 最后将这四点连成一个平行式边形,就完成 好,那一开始先来接滑动条 这次呢,我们用指令列来见看看,好,就是Slyder 好,那这时候呢,最小是0,最大的这个我们要调成3 接着呢,间隔是0.1 诶,这样子滑动条呢,就出现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让C点移动 也就是我们这个CT 好,那CT的话呢,它是从C 然后接下来呢,要移动到V 好,所以是这样的写法 但是透过滑动条参数来达成 所以这样CT就完成 接着呢,我们复制一下 要改成这个FT 好,那FT的话呢 从F移动,但是移动向量还是一样 好,那这个最后 嗯,那另外还有这GT 它是不动的,但是我们维持一致性呢 也先把它写下来 有了这四个点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多边形 Polygon 然后接下来是A,CT,FT,跟着GT 好,这样子输入完成 接下来我们移动 它就会动了 点选这个 调整一下颜色 让深度可以再升一些 这样第一阶段的平推就完成 接下来第二阶段就要开始做转换 这边就要搭配衣服的使用